OK 各位好 欢迎回来 那么欢迎来到浩大工程第22题 from 2020年成绩用高界组 呃 这个题目呢 我想 I would like to try to keep it under 20 minutes 所以我们看一下可以不可以在20分钟里面讨论完 OK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长方形ABCD 然后呢 A G 跟 C E 平行 然后 B H 跟 D F 平行 A H 对 A D 是七对八十五 OK 然后我们的 B E 对 B A 是三对十 E 所以呢 以致我们的平行四边形P Q R S 的面积 与长方形A B C D 的面积之比是 M B N 其中 M 跟 N 是正整数求 N 的最小可能值 OK 那么我们要在这边做的是 我们会画一个 X Y 轴 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 其实这个成绩用论的official solution 我先只是把这整个东西放在一个 X Y 轴上面吧哦 OK 所以那我们的 A 那我们就设施原点咯 00 然后那我会把 B 设成是呃 11 0 然后呢 C 的话我会设成是 11 85 D 的话我会把它给设成是 0 85 D 我会把它给设成是 0 85 OK 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四边形首先 OK 然后呢我们的 E E 是 80 OK 所以连上去 然后呢我们的 G 是 G 是 3 85 G 是 3 85 然后呢我们的 F 是 F 是多少我看一下 有点忘记了 应该是 11 78 OK 然后我们的 H 我们的 H 是 我们的 H 是 7 0 yes 所以是长这个样的 然后呢我们的 PQ RS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 我们的 PQ RS 我们可以怎样找呢 就是呃两两条线的交叉点 就是他们那 OK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呃 线分别都代表什么公式 OK 那么呃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的这个 A G 是不是 A G呢我们可以把它给设成是 85 over 3个 X OK Y 等于 85 over 3个 X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呃 呃 EC 我们就会把它给设成 呃 Y 等于 85 over 3个 X 点 8 OK 为什么为什么写 X 点 8 咧 因为呃 当 X 等于 8 的时候 当 X 等于 8 的时候 当 X 等于 8 的时候 这整个东西是零嘛 然后它的那个 它的写率是跟这个 A G 一样嘛 因为 A G 跟 C 平行 OK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H B 就会变成 Y 等于 OK 这个是负 7 over 11 X 加 7 OK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是这个写率你们应该可以自己算哦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有呃 D F D F 有 Y 等于 这边的话我们等下看起来就没有这样丑 呃 Let A 等于 85 over 3 然后呢 B 等于负 7 over 11 所以呢 A G 等于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重写多一次哦 A G 等于 Y 等于 A X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 H B 不是对不起 我们的 EC 会等于 Y 等于 A 括号 X 点 8 然后呢我们的 H B 就是 Y 等于 B X 加 7 D F Y 等于 B X 加 85 OK 所以呢我们要找 P Q R S 的话对不对 我们再回去上去 我们再上去一下 我在这边写东西先 一样我们的 A 等于 85 over 3 然后我们的 B 等于负 7 over 11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了我们的 B 我们的点 P 它是拿两条线的焦点 它是 A G 跟 A G 跟 H B 的焦点嘛 对不对 那么呢通常我们在数学上面 我们会写 A G 交叉 H B 就是 P 啦 OK 那么同样的 Q 的话 就会是呃 H B 交给大家 H B 交 EC OK 然后呢我们的 R 就会是呃 D F 交 EC G S 就会是呃 A G 交 D F OK 那么呃这个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不是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给卡成两个一样面积的三角形 对不对这两个三角形一定一样面积吗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找其中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再乘2 这样的话就不会这样麻烦了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 我的话我会拿这三个点 P R 跟 S OK P R 跟 S 然后呢找它面积整个东西再乘2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 P Q R 的面积了 OK 那么 A G 交 H B 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找 P P 的那个呃 然后用 A B 然后用 A B 来表示 OK 所以呢 等下先啊 哇我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OK等下先 P A G 交 H B 对不对 那么 A G 的公式如果买记得的话它是三分之八十五 哦对不起 忘记了不可以写这个 因为等一下的话那个号码出来会很丑 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写啊 三分之八十五负十一分之七 OK所以呢我们的 A X 等于多少 H B 等于 B X 加7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得到 A 减 B 个 X 等于 7 吗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的 X 就会等于 7 over A 减 B 咯 然后我们的 Y 的话就会等于 7 A A 减 B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 P 的那个位置它就是 7 over A 减 B 然后 7 A over A 减 B OK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要找 R 咯 R 等于什么 R 等于 D F 交 H C 吗对不对 我们现在换子笔 R D F 交 H C 那么 D F 的公式是什么 E C 的公式是什么 我们这边有 A 挂号 X 点 8 会等于 B X 加 85 OK 所以呢我们的 A 减 B 个 X 等于 85 加 8 个 A OK 所以呢我们的 X 就会等于 85 加 8 个 A over A 减 B 好那我们的 Y 就会等于 A 乘以 哇这整个东西我给你买啊 B 然后减掉 8 个 A 减 8 个 B 然后 A 减 B 呃这个东西的话会是给这个东西割掉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有 85 个 A 85 个 A 加 8 A B over A 减 B OK 所以呢这个 R 的那个 R 的那个坐标呢 我们用 A 跟 B 表示的话 它就会是 X 的它的 X 坐标就会是 85 加 8 A over A 减 B 然后呢它的 Y 坐标就是 85 A 加 8 A B over A 减 B 我很讨厌陈静伦那个 Solution 因为它没有 它只是这样子做一点技 它讲 它用做一点计算来带过 可是它的真正计算是这么的恐怖 所以它就根本就是把这个题目的那个难度 downplay 了很多 只可以这样讲 OK 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找的面积是 没有我们最后要找那个点是 X 吗对不对 A G 叫 D F A G 叫 D F OK 然后先拿 A G 叫 D F 的话 我们用紫色 OK S A G 叫 D F 吗对不对 那么 A G 一样它是 A X 会等于 D F B X 加 85 所以呢我们的 A 减 B 个 X 它就会等于 85 X 就会等于 85 over A 减 B Y呢我们就接成 A 啦我们就变成 85 A over A 减 B 所以呢我们的 X 的坐标就会是 85 over A 减 B 然后呢 85 A over A 减 B OK 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计算了哦 OK 现在我们有 P R 跟 X 了嘛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 R 所以呢就是这三个 我们又要这样子找面积了哦 我们又要这样子找面积了哦 这样子会很恐怖的 不过你们请耐心等待 哈哈哈 我的妈啊 根本就是 等一下啊 OK 我们先把这三个写下来先 OK P 它的坐标是 7 over A 减 B 7 A over A 减 B OK R 的已经在这边了哦 S 的话它是 85 over A 减 B 然后 85 A over A 减 B 那么我们的 P R S 的面积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树类说对不对 不过因为我们要找 P Q R S 嘛对不对 P Q R S 的面积等于 P R S 乘以二嘛对不对 它就等于半个 over 等下半个over OK 我们拿 P 的先 7 over A 减 B 然后7 over 7 over A 减 B 然后呢 R 的话 呃 85 加 85 A over A 减 B 然后 85 A 加 8 A B over A 减 B 然后呢 最后一个我们 X 的话是 85 over A 减 B 然后 85 A over A 减 B 最后一个我们要拿回 P 就是 7 over A 减 B 然后 7 A over A 减 B OK 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把一个 呃 A 减 B 分之一的Square 给抽出来 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二分之一 然后 E over A 减 B Square 这个东西呢OK 我们再写多一次啊 7 A 85 加 8 A 85 A 加 Part A B 85 A 加 Part A B 85 A 7 A OK 那么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们还记得你们数列 formula的话 OK就 从上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这也全部是乘起来 然后这也全部加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子的话 这也全部乘起来 然后再减 对不对 So what we will have is 我们先看这个先 我们就会得到 7 乘以 85 A 加 Part A B 加 85 加 Part A 乘以 85 A 加 Part A 加 Part A OK 然后呢 我们减掉 7 乘以 Part A 然后呢 再减掉 85 乘以 Part A 乘以 Part A 加 Part A B 然后呢 再减掉 Part A 85 加 Part A 8 A 乘以 Part A 乘以 Part A OK 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不过我们还是办得到的 我们拖下去先 对这个的话 给我们看起来啊 我们会有 呃 有点长 我们这边会有 500 很难呢 595 A 加 56个 A B 56个 A B 加 OK 这边的话 这边就会是 7225 A 加 680 A OK 然后呢 剪掉 595 A 所以这边已经可以割掉了 OK 然后我们这边剪掉 7 2225 A OK 这边割掉 剪掉 680个 A B 然后呢 剪掉 这个595 A 这边割掉 再剪掉 OK 这是86 A 跟7 A 是吗 这个应该是 剪掉 56个 A Square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这边就会剩下 56个 A B 等一下 这是56个 A B -56个 A Square 然后呢 再加680个 A Square -680 A OK 这个的话 我们 等一下 我们先拖到右边去 1 OK 哇 好够力啊 太可怕了 一提就要讲20分钟 OK 我们的面积的话 那个三角形PRS的面积的话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它是 半个 然后呢 我们再乘以1 over A -B Square 然后我们最后得到的剩下的东西是 这堆吗 对不对 从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抽咯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抽 呃 可以抽那个A-B 出来的 OK A-B OK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有680个 680个A 然后减掉56个A OK So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半乘余 OK 这边可以抽出来啊嘛对不对 所以呢 跟这边约的话我们这边就会是 A-B分之一 乘余 OK 624个A OK 所以 这整个东西 是我们PRS的面积啦对不对 这是PR 是PRS 那么我们讲了嘛 PQRS的面积 是PRS的面积的两倍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割掉咯 然后现在我就用黄笔 然后呢 又要再拖下去 唉好长啊 OK 所以PQRS的area它就会是1over OK 我们记得嘛我们的A是85over3 然后B是-11分之7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会1over 85over3-11 OK -11over7 乘余624个85over3 OK 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有1 让我想想一下 1over935加21over33 624 不是这个可以约208 208over85 OK 然后呢我们再移下去 就会得到33over956 乘余208 乘余85 OK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约咯 这边是1 不是这边是52 这边是239 OK 就会等于 33乘余52 乘余85 over239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PQRS的面积 那么之前呢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我们讲我们的ABCD 我们是plot在那个XY轴上面 是不是 这边是11 这边是85嘛 对不对 然后这是我们的ABCD咯 所以ABCD的面积 它就会是85乘余11 所以是935 没有啦 我们可以留这85跟11的 其实 所以 我们这个PQRS的面积 对ABC的面积是M对M 所以PQRS 对ABCD 就会是 OK 33乘余52 乘余85 over239 over 85乘余11 对不对 那这个85可以割掉咯 这个可以这样约 所以呢 我们最后最剩下是156跟239 OK 那么我们可以验证就是156跟239 所以他们两个是互值的吗 对不对 156跟239互值 so from 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156 over 239 的确是我们要的M对M OK 所以呢他讲什么这个题目要的是 然后我们回去看一下 156 over 239等于M对M 然后呢我们再回去看 哇我们到底验了多少东西啊 这个肯定占了整一整遍 我都不知道 等一下 OK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要的是N的最小可能值嘛 对不对 不过我们刚刚找的M对M 它会是156对239 所以我们的N 我们的N minimum 的确就是239 就是这样子来拿的 看一题就要17分钟 而且也是我这样讲 所以 我我是 我那天我是没有做这题啊 可以我们缩小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题到底有多长 很恐怖了我跟你讲 我们的20 对啊 OK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们写这一题所需要用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 比这边其他的一题都还要长很多 所以 根本就是想象不到的那个难度 OK 所以如果你们 呃熬过了这个18分钟 恭喜你们 你们又学会了怎样打一题 虽然讲这个应该是看火烦吧 应该 如果曾经路应该通常都会drop掉这一题啊 但是 OK 如果你们看看完了 希望你们有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咯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里面 我们会讨论23个24题啦 OK 就是一个没有这样难的题目 虽然起来还是很难啦 OK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